你看刚才是从这边下来的 做这个 做上来的 做这个特别大的这么一个 是从这边下来的 上来的 现在呢我就打算从这边绕下去 到那个 比较浅的那一层 换乘吧 就是从Bart换成MUNI 这个Bart就是Bay Area Rapid Transit 湾区快速交通 这个MUNI我一直没有弄明白什么意思啊 但是MUNI呢就那种 不是太长那种小型的那种车 看这层是MUNI啊 刚才是从特别深的地方上来的 你看最深最深的一层是 啊不对 做错了 做错了 对吗 也对 怎么这还有一层啊 怎么好几层啊 好像不对吧 就怎么又到地铁里来了呢 怎么搞的 我看看还 好像不对 好像不对 又弄错了 有点晕了有点 怎么又到最底这层来了 这不又是地铁了吗 好像应该上去呀 不对 再上去吧 再找另一个口 所以这就是让人晕的地方啊 就是说这是最深 最深的这么一层 这个是地铁啊 所以说要上去 还要上去 啊 还要上去 刚才就是从这上去的 然后 所以说还要需要再上去 需要再上去 要到这层走 看这层要到这层来 这层不有轨道吗 要做这个啊 就是从最深那一层 然后到这个比较浅的这一层啊 到这一层啊 所以刚才弄错了 找不到这个口啊 有一次我也是 从外地回到旧金山 就晕了啊 不知道从哪块下 结果呢 坐错车了啊 我看是不是从那个口 还是哪个口 怎么样去迷你 怎么样去迷你 我明白了啊 我明白了 所以老美那边 他们算的还是比较精细的 就是说 你从这个地铁下来之后 如果你想换MUNI的话 那么你需要 刷卡出去 交一笔钱 就是说把你坐地铁的钱扣了之后 然后你再进MUNI的时候 再重新刷卡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我觉得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就是他换乘的时候 是绝对不允许你 不花钱换乘的 换乘的时候需要你去 交钱啊 所以明白了 明白了 所以老美这边算的很精细啊 对吧 看 所以还得出出站 刷卡出站 刷卡出站 让老美这边地铁刷一笔钱 两两三块钱吧 之后呢 然后再重新刷那个MUNI 明白了 本来以为直接换乘的 看样子不是 看样子还得花钱 这是地铁卡啊 旧金山地铁卡 这个卡可以是 坐船 可以坐船 可以坐船 扣了两块一 看扣了两块一 扣了两块一 这个应该是MUNI MUNI 请问我 请问我 有什么东西吗 请问我们有一个洗脚吗 我们有一个洗脚吗 有一个洗脚吗 没有洗脚吗 抱歉 我想去39 Wharf 我去到39 Wharf 去到39 Wharf 去到39 Wharf 去到F Streetcar 在这一旁的街上 去到F Streetcar 去到F Streetcar 在这一旁 去到F Streetcar F as in Frankfurt 去到这一旁 去到这一旁 好 谢谢 我明白了 谢谢 刚才我还以为 是做这个MUNI呢 结果不是 需要去上去 需要去上去 所以 幸亏刚才问了一下 这位先生 然后他说 这边没有洗手间 然后我问他 我说去39 去码头39 怎么去坐车 然后他告诉我 到上边去坐车 所以大体上就是这样 对 我还以为做MUNI呢 所以 所以并不是做MUNI 啊 是到上边去 看 这就是2020年元旦这一天 这个景象啊 元旦这一天 地铁里 实际是从地铁口里出来了 然后现在是 在MUNI MUNI 哎呀 反正刚才那位先生 解答说是 如果去39码头的话 需要 需要上到地上 做地上交通 就是不可以做MUNI去啊 所以这就都明白了 大体是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刚才不问他 就差点做MUNI了 但是MUNI是不去的 所以这个地铁就 暂时用不上了地铁卡 这就出来了 MUNI的MUNI的MUNI STREET 哇 上了地上了 好凉啊 好凉爽啊 好凉爽啊 MUNI的MUNI 有点像以前看那童话书的一个 魔语魔咒一样 MUNI的MUNI 挺好 在这溜达溜达 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公交站 啊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看他这个楼房这个形状啊 这种形状呢